欢迎继续收听《废柴大叔讲故事》第124集 保安喘了口气 我也不知道 刚才小姐身边的保镖重伤回来说的 她只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完之后便晕了过去 我们已经把人送到姑爷的医院里了 姑爷要不要去看看 我们走 李一帆跟着保安直接去了病房 果然是苏清柔的保镖 苏清柔平时只有一个保镖跟在身边 保镖现在受伤回来 这就说明苏清柔绝对是遇到危险了 丁凡站到病床前 查看了一下保镖身上的伤势 看似恐怖却不算严重 她用银针将她身上的血脉给封住 让护士取来纱布 将保镖包扎好 这个时候保镖已经醒了过来 保镖一醒过来 看到林凡便挣扎着想要站起来 姑爷你不要管我 快去救小姐 小姐被人带走了 林凡的脸上带着寒光 是谁 赵家的赵鸿吉 他身边有高手 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天一招都没有接下来 姑爷 我有愧 保镖说到最后 神色黯然 羞愧地将头低了下来 林凡摇了摇头 这和你没关系 你做得很好 你没有接下来对方的一招 那么肯定就是高手 你能从他手下逃脱便好 你知道小姐被带去了哪儿了吗 保镖摇了摇头 我当时身受重伤 只能逃回来 打算多纠结一些人去 前去救小姐 到了苏家 我就晕过去 保镖说话的时候 将头低得更加的低了 林凡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好好养伤 这件事情就交给我好了 不管人在哪儿 总是赵家做的 我现在就去赵家 保安见林凡要去赵家 林凡说道 姑爷 我现在就回去 把能叫上的兄弟都给叫上 保安刚转过身 跑出一步 就被林凡拉住了 他回过头来 疑惑地看着林凡 姑爷 我得抓紧时间呐 要不然小姐就危险了 不 你先在这里先照顾他 这件事情你们不用管 也帮不上什么忙 我自己去就行了 林凡说着话 直接走出了房间 赵家 苏清柔被绑在椅子上 陈阳躺在地上 奄奄一息 赵洪吉的脚踩在陈阳的身上 你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 偏偏要折腾 这可是你自己做的啊 怪不得我 苏清柔疯得一般的挣扎 赵洪吉 你放开他 你就不是个东西 正经的商业竞争 你竞争不过我们 你现在来阴的 赵洪吉抬起脚来 陈阳的脸上赫然有着一个脚印 他冷笑着说道 谁说我竞争不过你们 不过稍微大意了而已 你们趁着我大意的时候搞我 那么我就也不能对你们客气了 苏清柔劈了一声 劈 如果不是你拿胁迫的手段 对付我苏家 我能管你赵家 你这人简直就是人面兽心 赵洪吉说道 我管你怎么说呢 总之你们两个 休想从我的赵家走出去 苏清柔恶狠狠地说 林凡是不会放过你的 苏家的那个上门女婿 她敢来 她要是敢来 我们留股师是吃素的 赵洪吉的脸上带着自信 赵洪吉那一天 只看到马大师和林凡动手 这些天与刘古师接触 被刘古师那控制人的手段 所折服 相信刘古师 必然能够将林凡踩在脚下 只需要一条蛊虫而已嘛 刘古师面带冷笑 上门女婿 这是想过来送死吗 刘古师说着话 从身上拿出一个小瓶 一只蛊虫在里面活蹦乱跳 这叫残心蛊 专门释药人的心脏 中蛊的人心脏会被一点点地吃掉 不出半个月 整个人的心脏就会被全部吃掉 人也就死了 刘古师说着话 脸上带着强大的自信 赵洪吉喜笑颜开 脸上带着奉承 哈哈哈哈 刘古师果然厉害 这么宝贝的蛊虫不多见吧 恐怕不是每个蛊虫都有的吧 那是自然 这可是我的宝贝 轻易不会动用 既然是赵老板的大敌 那我就得用出来了 只要他敢来 我就能让他跪地求饶 房间之中站着六七个人 全都点了点头 刘古师的实力那是有目共睹的 赵洪吉之所以这么顺利 有很大的一部分功劳是靠刘古师 赵洪吉双眼放光 可惜啊 吴明也不知道去哪了 要是让吴明看到二叔为他报了仇了 想必会改变主意吧 赵洪吉一提到赵吴明 刘古师就撇了撇嘴 赵老板 真不是我多嘴 你那个侄子成不了大事 一副我心高气傲的模样 像谁欠他似的 赵洪吉哈哈一笑 哈哈哈哈 刘老弟说的是 在刘老弟面前 我怎么能赶成是老板呢 刘老弟要是不嫌弃的话 直接叫我洪吉 赵哥也都行 刘古师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一个称呼而已 怎么叫都无所谓 赵洪吉赞叹道 哎呀 刘古师果然是高人呐 说话都是这么高深莫测 佩服佩服 赵洪吉说话的时候 躺在地上的陈阳 醒了过来 身子全缩在一起 看到赵洪吉的时候 恶狠狠地看着他 哎呦 怎么着 你还不服啊 老东西 要不是看在你快死的份上 我能这么轻饶了你 赵洪吉说着话 又是一脚踹过去 陈阳一吃痛 哎呦一声叫了出来 苏星柔简直都快被气炸了 赵洪吉 以前我还觉得 你是一个值得尊重的人 没想到你竟然隐藏这么深 小人的心思真重 赵洪吉冷冷地 看了一眼苏星柔 咧嘴一笑 吴明好像很喜欢你的样子嘛 也就是吴明那个傻孩子相信 你结婚这么久了 和一个男人生活在一起 他会不碰你 苏星柔冷声说道 我和赵吴明没有任何关系 我生是林凡的人 死是林凡的鬼 生是林凡的人 死是林凡的鬼 看来吴明还真是让你给骗了 你就是一个贱女人吗 那我就要看看 你的身体是不是跟你一样贱 赵洪吉不怀好意地看着苏星柔 苏星柔恶狠狠地说道 你要是敢碰我一下 林凡不会放过你的 赵洪吉直接将苏星柔拽了起来 我倒是想知道他怎么不放过我 就在这个时候 房间之中丢进了好几个人 接着林凡出现在了房间之中 是吗 你真的想看 凡斡可是记忆犹新呢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集再见